久以传为美,然以贯为首,勿以稀为贵,沉贯稀,香港娱乐圈曾经最红,最具潜力的明星,外形帅气,带点邪气,深情自负,倔强,一身的脾气。 梅艳芳说,只要你乖乖的没那么多负面新闻,很容易红的。 英皇老板杨寿成说,你是四大天王的接班人,要谨言慎行,言于律计。 可惜他一样没做到,以至于刚斩露天赋,揭开人生即将辉煌的一夜就陨落。 19岁进入娱乐圈摸爬滚打,28岁经历艳照蛮事件,隐退江湖。 后来,以全新姿态复出,开设了一条不同寻常,只属于他自己的道路。 如今,40多岁的他,搞着自己的潮牌。 作为第一代八年后,他似乎一直就充满了争议。 如果陈冠希没有摄影这个小癖后,如果陈冠希的电脑没坏,如果修电脑时没遇到一个叫石河俊的维修员,那陈冠希肯定一直在娱乐圈过得风生水起。 但这个事件没有如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小鲜肉跟本期的主人公比起来,全是渣渣灰。 富家子弟 陈冠希出生于1980年10月7日,作为1980年出生的第一批八年后,他在一个时代浪潮的岁月里,经历了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 香港娱乐圈黄金时代里的艺人们大多出身穷苦,少年和青年时代经历过诸多坎坷,才让自己的名字标平史册。 而陈冠希确实这群人中的个例,他的父亲陈泽民是早期香港成功的商人,人称九哥,文明与娱乐圈,和杨寿成,成龙,黎明,张国荣等等都是好朋友。 所以生在香港富商家庭的陈冠希,自小宠命优渥,生活上锦衣玉石,家里四位厨师坐镇,去到哪里都有管家跟着。 小时后,陈冠希接触的社会名流不可计数,他们家所有来访者非富即贵。 陈冠希回忆说,我从小会看到许多明星,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但我知道这里面有梅艳峰,也有张国荣。 他不知人间极苦为何物,但他心里很清楚,他的童年过得并不开心。 在1980年出生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风流浪子谢贤的儿子谢霆锋,没想到几年以后,这两个娃娃竟然也有了交集。 此后的数年里对两人的讨论,好像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1994年,陈冠希和谢霆锋同时进入了一所香港国际学校,两人算是有了交集。 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陈冠希无意间得知了,父母其实已经离婚五年了。 至于离婚的原因,大多数媒体已讹传讹,说陈泽民对异性不感兴趣,而是喜欢同性。 这也让陈泽民成为了全港人民讨论的对象,无形之中给了陈冠希很多压力。 陈冠希感觉被欺骗,被隐瞒,让他不再轻易地相信朋友,连对朋友都有了借心。 随后,年幼的他跟随母亲定居加拿大温哥华,父亲则在香港经营各种生意风生水起。 陈冠希则不得不在香港和温哥华两地之间奔波,但每当他走进香港的家,一种强烈的陌生感总能包裹得他极度不适。 父母觉得对不起陈冠希,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在金钱上对他补偿。 陈冠希那个藏在香港政府教育署工作的爷爷陈邦平,有那么多的孙子孙女, 可偏偏独爱陈冠希,也是经常拿钱给他。 而且陈泽民还给儿子配了一个叫龙哥的司机, 那个时候的陈冠希和谢霆锋经常在龙哥的街送下一起去兰柜房。 陈泽民还曾提醒过陈冠希离谢霆锋远一点, 因为谢霆锋父亲谢贤的风流是全港人都知道的事。 可是陈泽民不知道的事,也是不让陈冠希做的事, 他也是要做,而且做得更过分更离谱。 1995年,15岁的陈冠希交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友, 直到两个人交往七八个月以后, 这个女友突然过来告诉陈冠希, 他已经和陈冠希最好的朋友发生了关系。 这种被背叛的感觉,让叛逆的陈冠希恼怒不已, 这也彻底改变了他对性的观念。 此后的陈冠希经常去酒吧玩一夜情, 可能陈冠希是真的很羡慕他那个好朋友, 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充当了这个角色。 出道极巅峰 1999年,陈冠希高中毕业, 那时候的他生的眉清末宿, 营姿飒爽, 也同时具备了顽固子弟的所有特征。 抽烟,酗酒, 八妹, 逃学, 功课差。 是留在温哥华花钱上大学, 还是回香港继续浑浑噩噩, 陈冠希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那年夏天, 他乘飞机回港, 见到父亲之后, 后者一如既往地掏出厚厚的一打钱塞给他, 并说道, 爸爸今天有事情要忙, 你拿着这些钱去花, 不够再问我要。 性格乖张暴力的陈冠希并没有冲着父亲发火, 对于这种丧富士的金钱家教, 陈冠希早已习以为常,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父亲这里找到人生的答案, 但在暑假结束前, 成龙的经纪人却给了他一个可供选择的人生方向。 在一家陈冠希经常光顾的餐厅里, 宠正在吃饭的陈冠希招招手, 喂, 你过来跟吴彦祖合个影吧。 顽固子弟陈冠希难得听话一次, 乖乖过去跟吴彦祖拍了张照, 然后接到了递过来的一个剧本, 拍戏吗? 没有什么缘由, 对方也不知道他是富二代, 只是觉得他好看, 就想给他一个机会。 命运对于世间众生总是很不公平, 但已经习惯于这种不公平的陈冠希, 在那一刻有些犹豫, 带着这份狐疑, 他乘飞机返回温哥华, 找母亲商议。 人们常说只子墨落墨, 当妈的一听这个消息, 当机立断告诉陈冠希, 去做, 这是你唯一能赚钱的机会。 回想起当年和母亲的对话, 陈冠希面对镜头不停地笑, 他笑自己的人生就在一次稀利糊涂的对话中改变, 笑自己的父母亲一直低估自己的实力。 但重要的是, 素来叛逆的少年陈冠希, 最后还是选择了听妈妈的话, 从未屈过钱的他, 决定放弃烂套了的学业, 为了独立赚钱而工作。 那一年他19岁, 当谢霆锋, 谢谢你的爱1999红遍大江南北市, 陈冠希回到香港, 跃跃欲试地闯进了香港娱乐圈。 签下了娱乐合约, 在第二年就接拍了特警新人类额, 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 就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提名。 同期推出的陈冠希, 则拿下了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全年最高新人奖。 在命运的眷顾下, 陈冠希一路高歌猛进, 瞬间成为香港娱乐圈的一下南希,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顶流。 那时候, 不懂的人生意义的陈冠希, 自然也不会懂得珍惜, 更不懂得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他当然不会料到, 他作为一颗现象级的炸弹, 会在八年后引起娱乐圈的一场巨大地震, 而那场地震的余波, 至今仍在动荡着他的人生。 从特警新人类傲到无剑道, 载到千鸡变, 头文字低狗咬狗, 青涩年华的陈冠希, 在影坛贡献出一部一部令人惊艳的作品。 张国荣评论说, 陈冠希是新生代演员中最有潜质的。 刚出道那年, 陈冠希买了自己第一辆现浪白发拉里, 要多拉风有多拉风, 但只开了十天他就不要了, 再换量新的。 他身边有四个助理, 一堆朋友, 他敢给狗仔队摆臭脸, 还敢直接对老冬家阴火。 自出道以来, 公司一直想把陈冠希塑造成一个流行偶像人设, 逼着他唱一些流水线生产的情歌, 让陈冠希非常不爽。 他告诉高层, 我热爱嘻哈音乐, 我想做我自己的音乐。 公司告诉他, 你这么做肯定会失败的。 陈冠希说, 去你妈的, 我就是要做给你看。 结果, 专辑发行半年, 反响平平。 2008年1月, 陈冠希的电脑坏了, 他把里面文件夹删除后, 让司机龙哥拿去中环的电脑行修, 还特意叮嘱了一句, 看着点。 维修技师叫谢力乔, 业务娴熟。 龙哥中途出去了一小会, 谢力乔就把陈冠希电脑的数据文件恢复了, 看到大量女明星的照片。 惊奇之下, 谢力乔喊来同事石刻军围观, 两人津津有味地边欣赏边评论一份。 事后, 谢力乔立即删除了这些照片, 但鸡贼的石刻军, 却怀着独乐了, 不如众乐了的心态, 把他们拷贝了下来, 传到了公司服务器, 并因为邂逅两位美女点云。 石刻军献保一样, 把这些照片献出来博美人一笑, 之后变成人传人, 一发不可收拾。 事发当晚, 陈冠希给自己的好友发消息, 嘿, 兄弟, 我就要变成香港的帕里斯希尔顿了。 自由生长在国外的陈冠希, 误以为他能像希尔顿一样获得公众的同情, 但随着照片越来越多被上传到网上, 甚至被小贩撕下客盘受买时, 他开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事件持续发酵了一个月, 陈冠希的私房被传得沸沸扬扬, 甚至有不法分子将其刻录成光盘受卖, 等到警方控制住传播源头时, 不雅照数量已达一千三百多张。 可以说这个事件算是华人影视圈中最大的一个光, 因为他设计了当时几位一线大明星和一些二线, 三线乃至十八线的小明星, 阿娇、张百芝、陈文月、杨永晴等等。 那些日子里,陈冠希的世界崩塌了, 香港爆发了千人规模的游行, 抗议当地警方办案不力, 呼吁陈冠希滚出娱乐圈。 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曾志伟发声明, 要求陈冠希站出来给个说法。 向太, 陈兰表示绝不再跟陈冠希合作, 一人薛凯且表示陈冠希隐退部阻席。 陈冠希不服, 为什么关切门来做的事被违法分子传到门外后, 便成了他的罪过。 他把自己关在家里, 一遍遍地读着圣经, 一遍遍地对着镜子自问, 我难道是个坏人吗? 他想不明白, 发了一条博客, 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要恨就恨这场游戏, 不要混玩家, 我和所有人都是和平共处的。 可陈冠希忽略了, 游戏是有规则的, 而规则的解释权并不在玩家的手中。 记者采访时问阿娇, 为什么同意拍下这些照片, 她说自己很傻很天真, 之所以这样, 是不想失去陈冠希。 照片流出, 她内心很渴望得到陈冠希的安慰, 但她什么也没说。 可是, 陈冠希能说什么呢? 她自己正焦头烂额。 阿娇也并不是照片中唯一的女主角, 尽管陈冠希和女明星之间属于你情我缘, 拍摄并非胁迫, 且拍摄时大家都是单身男女, 不存在破坏对方家庭一说, 照片不是她泄露出去的, 但大家都把账算在陈冠希的头上。 陈冠希被定上了道德的耻辱柱, 唾骂不休, 她甚至收到过两次死亡威胁。 随着事件的愈演愈烈, 在多方的压力下, 陈冠希皮鞋擦亮, 换上西装, 佩戴上伊克拉的成衣, 出现在了媒体面前, 向公众做出了至今都可以被当成盗窃犯本的隐退声明。 随后, 她远赴洛杉矶躲看了这场舆论的惊涛害了, 阿娇有一次在飞机上遇到陈冠希, 还是前后座, 她马上找人换了座位, 发生这种事, 相见尴尬, 哪怕藏有浓情蜜意, 但一切已回不到从前。 比较来说, 张白芝可真是心大, 她也在飞机上遇到陈冠希了, 但不仅没避嫌分开, 还亲密无间地合了个影, 表情十分欢乐, 这张合影成为压倒她灰衣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陈冠希电脑里流出的照片中, 张白芝也是当时最漂亮的一个, 但与单身的阿娇不同, 张白芝已经嫁人生子, 她的丈夫就是陈冠希昔任好机友谢霆锋, 对老婆与陈冠希的昔任情史, 谢霆锋不可能不知情, 但知道是一回事, 照片曝光毫无隐私又是另一回事。 作为一个男人, 谢霆锋承受了巨大的屈辱与压力, 但他没有立即离婚, 反而坚定地站在张白芝这边, 两人又生下一个儿子。 三年后, 张白芝陈冠希机舱合照流出, 与谢霆锋的婚姻也走到尽头, 尽管他们都说, 离婚不是因为这张照片, 但又有谁相信呢? 当子回头 从香港到洛杉矶, 太平洋割开了陈冠希的两段人生, 在大洋彼岸, 她头一次感受到了生活上的挫败感, 没人给她采购, 没人给她做饭, 没人给她运衣服, 她想起自己曾经在香港, 一个月可以花一百万港币的生活, 但在这里, 她一个月只有几万美元的零花钱可以用。 之前, 她在香港的家经常对为她运衣服的佣人大吼, 三分钟必须给我运好。 在洛杉矶, 当她学会自己运衣服的时候, 默然发现原来三分钟真的运补好一件衣服, 原来我真的曾是个坏人。 但在这里, 陈冠希找到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张王牌。 2003年, 她和高中同学潘士亨去日本东京游玩, 结识了日本的元素教主腾元昊, 都说嘻哈与潮牌不分家, 在腾元昊的鼓励下, 陈冠希萌生了做潮牌的打算, 她去找父亲陈泽民想讨要250万港币的启动资金, 陈泽民告诉她, 钱我可以给你, 但你应该拿去买牢, 而不是去搞这些有了没的。 陈冠希不服, 坚持要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 陈泽民无奈, 大手一挥, 撒给她250万, 然后说了一句, 挣250万就这么打水漂了。 陈冠希看着她爸, 心里愤愤地想, 你错了, 她最终是没听她爸的话, 拿着这250万, 投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个人品牌quote, 在香港通路湾开了第一家时装店, 陈冠希经营潮牌, 并没有显露出过人的生意头脑, 但她闯进时尚界的当口, 恰好是中国潮牌领域发展的开端, 站在风口上, 引领时代潮流, 陈冠希在这场玩票兴致的投资中, 拿了开门红, 她慢慢没想到, 当年的一时兴起, 竟然会在08年的漩涡之中拉自己一把, 陈冠希是一个喜欢坦诚不公, 对他人毫无保留的人, 在亚洲文化里, 人们对于创意和想法总是遮遮掩掩, 惧怕思维上的盗窃与抄袭, 但在洛杉矶, 每个人都喜欢展示自己的创意, 她可以无所顾忌地把自己的想法释放给大家看, 她把洛杉矶看成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这里释放了她的天性, 也拼用了她的设计思维与经营理念, 在陈冠希的公司里, 她负责创意和外联, 潘世红负责运营与周转, 两人同心协力, 竟然在几年的时间里, 把这家潮牌做成了年收入超过一千万美金的大品牌, 她学会去总结自己三十多年来的成功与失败, 把她的智慧融入到了品牌里, 在这期间, 她也始终没放下过自己钟爱的嘻哈音乐, 用品牌养活音乐, 从音乐中汲取灵感来繁补品牌, 那场风波让陈冠希与过去的优温生活决裂, 却也让她在新生活里第一次找到了生命的方向, 她开始活出了点滋味, 也看明白了许多事情, 十几年前, 陈冠希创立科奥之初第一次去找Nike公司谈合作, 对方告诉她, 你是中国香港的公司, 我们从来没有跟香港的公司合作过, 陈冠希怒了, 你们有一半的鞋都是中国生产的, 却说我们没有合作的机会, 你在逗我吗? 她花了三年的时间来证明, 中国人的创造力不比别人差, 后来, Nike不仅与她合作, 还把自己的限量款大批量地交给她销售, 乐爱, 专注, 以中国之名, 陈冠希这十几年, 一直在国际社会上对此不遗余力, 她渴望得到国内的承认, 陈冠希在纪录片出手可及中说道, 我想要人们承认, 我不只是个买潮牌, 玩嘻哈音乐, 爆出过丑闻的矛头小子, 这并不能定义我的人生,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我会做出来一些事情, 希望那时候, 人们能理解并认可我。 如今, 八零后这个词早已经不能代表年少轻狂和离经叛道, 这些人已经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 他们经历社会的各种巨变, 他们看到过无数可能性, 但最终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变得稳定下来。 作为第一代八零后, 陈冠希也沉稳了下来, 来到了中年, 但某一瞬间, 大家似乎感觉陈冠希还是那个二十出头的少年。 还同时, 他已经看遍了香港娱乐圈的各种风雨人物, 年少时, 他顺理成章, 投身娱乐圈, 一票而红。 变封时, 突如其来的艳兆们, 让他退隐江湖, 如今, 他已经看淡了一切, 随着自己的内心去生活。 这些年来, 无数人对他或爱或恨, 有包有贬, 但对他而言又能如何呢? 他是陈冠希, 也是第一代八零后, 他还是那个他。 好了, 这里是明星往事回忆录,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的明星故事,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不甚感谢,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